大家好,我杨丰 今天6月18日 中国003航母于昨天正式下水 这次的意义非常不同 不仅仅是在军事技术上出现了突破 在战略价值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并且,从航母的命名 也传递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这是三方面的重大意义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 在军事上的价值与意义 一艘航空母舰的性能 我们通常看它的舰载机数量 以及舰载机的性能 如果舰载机具有强大的战斗功能 比如说,战斗机的航程员 携带的导弹威力强大 再加上舰载机的数量多 那么,这艘航母的威力 我们就说非常强大 但是,我们要稍微修正一下 除了舰载机的性能之外 另一项指标应该是舰载机的出勤能力 也就是舰载机起飞与降落的次数 更精确一点地说 是舰载机在某个时间之内 起飞与降落的次数 为什么这么说呢? 打一个比方 如果我有一艘舰载机 虽然我的舰载机数量只有你的一半 但是,如果我的舰载机 从甲板上起飞的间隔时间 只有你的一半 那么,我就可以在相对的一段时间之内 出动同样的舰载机数量 跟你拼动 请注意 我们这里说的是在一段时间之内 间隔的时间 比如说 中美两艘航母打击群 在大洋中遭遇 双方都需要在短时间之内 出动越多的战机越好 这时候 时间有限 如果一方慢吞吞的 无法在短时间之内 出动足够数量的舰载机 那么,就等着挨打吧 003号航母是以电池弹射 把舰载机弹射出去 只要航母上有足够的电力 就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之内 出动比较多的战机 美国那一边呢? 虽然美国有最新型的福特级航母 到目前为止 美国也只有一艘福特级航母服役 美国的主力航母 还是原来的尼米兹型航空母舰 另一方面 由于福特号航母事故频频 电池弹射也不稳定 现在 不能够确定到底状态如何 是不是能够投入战争 所以 我们暂时不考虑福特级航母 尼米兹航母是用蒸汽弹射 蒸汽弹射需要消耗大量的蒸汽 一次弹射要消耗625公斤的蒸汽 和一顿的淡水 如果以每分钟移架的速度 进行紧急弹射起飞 连续弹射八架之后 锅炉的蒸汽压力会损失20% 整个航母的动力就会损失32% 航速就要下降八截 蒸汽跟电不一样 不是说来就来 蒸汽需要先加热保存 才能够使用 这些都需要耗费时间 打仗的时候 哪里有这么多的时间呢? 另一方面 如果航母的速度慢了 就更容易挨打 但是003号没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不要妄置菲薄 认为说003号的舰载机数量 比不上尼米兹航母 就认为打不过 003号航母的弹射效率 高于尼米兹航母 因此在战斗力上 不会比尼米兹差 这是第一点 这是有关弹射器的效率 003的弹射器效率 优于尼米兹航母 而且几乎各种现有的舰载机 都可以弹射 但是蒸汽弹射就不是如此了 蒸汽弹射的弹射力量 能够调整的范围小 对于重量比较轻的无人机 就无法弹射了 可能一弹射 用力过度就弹坏了 所以 003号还可以搭载一些无人机 做远距离的侦查 甚至于携带导弹 查打一体 第二点是有关甲板面积 003号航母的满载排水量 是8万多顿 与尼米兹航母接近 长度是320米 这是甲板长度 宽是78米 尼米兹航母长度是333米 宽度是76.8米 福特级航母长度是333米 宽度是78米 003号的长度比福特级少了13米 以甲板面积来看 003号比尼米兹与福特级航母少了一些 但是很接近 这也表示了 003号甲板上的舰载机数量 会向尼米兹与福特级航母看齐 不像之前的辽宁号与山东号 舰载机数量明显比不上尼米兹与福特级航母 据外面的估计 003可以搭载48到60架的飞机 这包括了FC-31隐形战机 预警机以及反潜直升机、运输机等 西方媒体形容FC-31战机的性能 是与美国的F-35隐形战机高度相向的 其中搭载FC-31的部分 可能是36到48架 至于美国福特级航母 可以搭载约74架的飞机 其中包括了44架的大黄蜂F-18 与F-35C战机 在战机的数量方面 我们的估计是 003可以搭载大约60架的飞机 就看舰载飞机的大小了 主要是003才刚出来 而中国又在研发更新型的舰载机 这个数目比尼米兹与福特级少了十几架 不过,由于尼米兹是蒸汽弹射 003号的电池弹射可以弥补这方面的差距 至于福特级 等到中国004号航母出来之后 可以和福特级航母并驾齐驱 第三点 003号航母有三个弹射器 其中两个是沿着主飞行甲板 另一个是沿着左舰 外斜出去的飞行甲板 画面上中间的部分 有三条黑色的格子 这是003的飞行甲板 弹射路线 最上面的是斜出去的飞行甲板 右边的是主飞行甲板 有两条路线 我们换一张图 这张图就更清楚了 两个弹射器在主甲板 另一个在最边边的侧翼甲板上 最长的那一条甲板 是战机飞回航母时用的 第四点 003号的右舰 在舰岛前后 有两台的飞机升降机 003号的舰岛 也就是指挥中心 比辽宁号与山东号小 这就节省了一些甲板面积 可以提供更多的飞机停用 再看另一张图 这是升降机的特写镜头 前后两个升降机 这是基本的 升降机的数量 也关系到航母的弹射效率 最后 就是舰载机的性能 航母所搭载的飞机 有战斗机 预警机 反潜直升机 以及运输机等 就看作战任务与如何搭配 去年10月 中国海军版的 歼35隐形战机首次飞行 这是一款中型的隐形战机 所以,在战机方面 003号航母的选择有 尖速B FC31 与尖35 也可能是混合搭载 刚刚说的 003可能会搭载 40几架的战机 还有几架的空警600 固定翼预警机 加上几架的反潜直升机 或是运输机等 003号正式下水 却还要等上一两年的时间 进行西装 才会正式服役 一两年之后 我们就会清楚 到底是哪些飞机上舰 我们先做一个总结 003号是全球最大的 传统动力航母 再上去 就是核动力航母了 之前 全球最大的常规动力航母 是美国的小英级航空母舰 小英级1号舰 标准排水量是6万1千吨 最大的一艘满载排水量是7.4万吨 小英级1号舰 于2009年出役 同时 003也是美国以外 最大的航空母舰 比法国的戴高乐号大 戴高乐号满载排水量 只有4万2千5百吨 只能算是轻型航空母舰 也比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大 伊丽莎白女王号排水量是6万5千吨 当然,也比俄罗斯唯一的航空母舰 库兹聂祖夫号大 库兹聂祖夫号与中国的辽宁舰 是同一型的航空母舰 另外,003也是除了美国的航母之外 世界上最强大的航空母舰 据美国之音的说法 中国虽然有了三艘的航空母舰 但是在质量上 跟美国的差距依旧巨大 不用听美国之音在那边吹 这几年 美国一些新型战舰都出了问题 总计有滨海战斗舰 滴滴机1000型 珠姆沃特隐形驱逐舰 还有福特级航母都出了问题 003号航母是全电推动 这已经强过尼米兹了 虽然在舰载机的数量上 003号还是略逊于尼米兹与福特级航母 但是一来 福特级航母在目前还是一个未定数 而尼米兹航母是蒸汽弹射 以至于在弹射效率上 战机的出动率方面 不如003的电池弹射 003号已经有了抗衡尼米兹的实力 如果未来 美国解决了福特级航母所有的问题 中国还有004航母 005、006不急来日方长 未来中国肯定会有核动力航母 动位可以更大 舰载机数量可以更多 甚至于还可能有电磁炮 激光武器上航母 那么 在战略上有什么重大意义呢? 美国方面一定是认为 中国纵然有三艘航母 但是前两艘辽宁号与山东号 舰载机数量只有20到30架 战力不够 因此 不论是航母的数量 与舰载机的数量 中国都不是美国航母的对手 我们的算法不一样 由于中国有好几个 拒制美国航母的方法 尤其是东风导弹 美军航母过不来 那么中美航母数量的对比 舰载机数量的对比 到底是多少呢? 大家算一算 中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动性与攻击力 都会因此大为增加 必须要说明一点 虽然 美国大张旗鼓地搞电磁弹射 2017年 福特号航母下水 这是全球第一艘电磁弹射航母 但是这五年来 福特号事故频频的 也从来没有在海外进行部署 所以美国先声夺人 抢第一没有用 还不如实实在在的耕耘 中国这十年来 在许多的军事科技上 以及太空科技上 都有长足的进展 而且是稳定的进展 中国技术的发展 同时具备了这两种性质 如果只有稳定 却失去了进展的速度 或者说 进展虽然快速 却不稳定 那也没什么用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几个美军武器系统一样 推出来了 却不稳定 没有实足的作用 反观中国这方面 兼具了这两种性质 稳定与速度 中国的高超应速导弹测试 几乎每一次测试都是成功的 中程反弹道导弹的测试 也是如此 探测火星也是如此 这代表了 中国在科学与工程技术上的成熟发展 踏踏实实的 对于中国在军事科技上 兼具稳定与发展速度 美军应该是要紧张害怕的 对日本与韩国而言 更应该警惕 套一句江湖航话 把招子放亮一点 我们来谈另一个话题 003号被命名为福建舰 昨天看到这个名字 吓了一跳 从辽宁号到山东号 一路下来 中国的航母都是以沿海省份命名 但是,这一次跳过了江苏省 也跳过了浙江省 直接跑到了福建省来了 之前,大家有许多的猜测 连《环球时报》也倾向于江苏舰的说法 很自然嘛 辽宁、山东下来就是江苏浙江了 就连上海这个直辖市也跳过了 所以,大家都猜错了 但是,我没有猜错 因为,我没有去猜这个航母的命名 这是玩笑话 大家可以忽略 星期六,大家可以放轻松一些 我们追溯一下渊源 康熙元年 这是西元1662年 福建专设水师提督 首任提督就是大名鼎鼎的师郎 康熙20年 这是西元1681年 师郎再度出任福建水师提督 两年后 师郎率领了福建水师 攻克澎湖与台湾 所以,北京将003号命名为福建舰 意味深长 应该是针对最近的台独势力 也是有警告美国的味道在里头 上个星期6月10日 中国防长魏凤和与美国防长奥斯汀 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时候 两人会面 魏凤和向奥斯汀说 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 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 不惜代价 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图谋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番话 就是针对拜登一年来 三次口误的回应 去年8月与10月各一次 然后是上个月又一次 拜登说美国会保护台湾 除了拜登的口误之外 美国还以实际行动 支持台湾加入WHO 世界卫生组织 那么,003号以福建来命名 就是另一次对美国的回应 也是对台独势力的回应 另外,在晚清时期 左宗棠在福建设立了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个新式海军造船厂 福州船政局 同时,他还组建了中国第一座海军学院 不管是施郎的攻击 或是左宗棠在福建对中国海军建设的贡献 福建在近代历史上 中国的海军历史上都颇有渊源 也是中国近代海军的起源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杨风时评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